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晚间 位于乔治亚州亚特兰大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迎挨了今年最重要的时刻 2024年总统大选的首场候选人辩论 在此拉开序幕 先任总统乔拜登和前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代表民主共和两党候选人 就总统竞选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展开了激烈交锋 然而 这次备受关注的政见比拼 没想到最后带来的最大反响竟然是 担忧与失望 昨晚的辩论到底发生了什么 二位年龄加起来已经159岁的总统候选人 到底说了些啥呢 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 说起特朗普与拜登的同台亮相 还要回到2020年的总统大选辩论 此后不久特朗普输掉了大选 但他拒绝接受失败 2022年11月他开始投入竞选 这比美国现代史上任何一位主要候选人都要早 此后他创造了更多的历史 比如成为第一位被判有罪的前总统 与此同时 拜登也经历了一个动荡的人期 应对乌克兰和加沙的战争 选民对高通胀的愤怒 以及美墨边境非法移民的激增 由此来看 两位候选人当下复杂的处境 势必也造就了这次辩论的与众不同 除此之外本次总统辩论的现场规则也打破了惯例 首先这是一场首次没有现场观众的总统辩论 辩论时间为90分钟 有两次广告休息 不过拜登与特朗普两人并不能在休息时间 与他们的工作人员交谈 其次除了轮到候选人发言时 整个辩论过程中麦克风都将被静音 电视机前的观众只会听到当前发言候选人的声音 这似乎也是为了预防现场出现马杰的场面吧 最后便是投硬币决定他们在电视屏幕的哪一边 辩论开始 拜登在右取得宪法优势 而特朗普居左在拜登后发言 主持人杰克·塔伯当晚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通货膨胀 他说这是许多美国选民最关心的问题 拜登将问题归咎于前任 称他从特朗普那里继承了一个失败的经济 他说我们当时必须做的是努力让一切恢复 拜登赞扬了他的经济管理能力 但也承认许多美国人因高昂的生活成本而受到伤害 特朗普则庆祝了他在任时的经济成就 以及他对COVID-19大流行病的处理 经济研究表明 特朗普在2017年签署的大幅减税措施 促进了一些经济增长 但远没有达到特朗普的承诺 生育权也是辩论开始后不久的焦点 特朗普表示他不会阻止堕胎药的可及性 特朗普就任总统时任命了三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2022年最高法院推翻了有关宪法保护堕胎权利的 罗素韦德案的判例 这三位大法官帮助形成了推翻堕胎权利的多数意见 这个决定为美国各州限制实施堕胎的规定奠定了基础 但特朗普在辩论中表示他不会反对在强奸乱伦或母亲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堕胎 特朗普还就晚间堕胎问题做了一些虚假的陈述 与此同时拜登重申他坚持支持生育权 他说如果我当选我会恢复罗素韦德 他补充说他反对晚期堕胎 俄罗斯2022年2月对乌克兰发动了全面的入侵 这是在拜登担任总统大约两年之际 在辩论期间 拜登和特朗普似乎都反对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宣称的结束战争的条件 但是特朗普更加强调他提出的说法 也就是假如他是总统 战争根本就不会爆发 他还批评美国给了基辅如此之多的援助 拜登说特朗普会让美国退出北约 并使战争有扩大的风险 他谈到俄罗斯领导人普京的时候说 事实是普京是战争罪犯 除了以上常规问题外 更让人津津乐道的恐怕便是二位总统候选人 对于双方年龄及人品的护盆 拜登说他以前经常被批评是美国最年轻的立法者之一 而特朗普比他年轻三岁能力也差很多 但特朗普的回击则有点出气不易 特朗普表示他现在78岁 他通过了两项认知测试 然后转而敦促拜登也去做一下这个简单的测试 稍后他还说 拜登甚至高尔夫球都打不到50码的距离 而自己的状态则和25年30年前一样 在辩论中 拜登还提到特朗普最近在纽约因伪造商业记录等34项 罪名而被定罪 他形容特朗普道德败坏的像只小巷里的猫 而特朗普自然也不甘示弱 直言拜登之子亨特·拜登最近的刑事定罪 并大胆预测拜登一旦卸任也会立刻成为阶下球 辩论结束后 作为主办方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立即进行了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以67%对33%的支持率赢得了辩论 的确纵观现场辩论 拜登嗓音沙哑 其竞选团队的官员说 总统声音沙哑是因为过去几天他感冒了 但这个消息是在辩论开始45分钟后才向记者透露 网络新闻媒体Pork的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塔拉帕尔梅利表示 我的手机被打爆了 民主党人都很焦急 而共和党的人则感到震惊 他们没想到拜登的表现居然那么差 不少民主党和自由派一方的人 甚至认为是时候推出新的参选人替换拜登 更有媒体透露 民主党内部已经开始讨论换下拜登 重新推选个候选人 当然特朗普也并非真正的赢家 他只是被大家认为是一个口舌流利的说谎者 资深记者专栏作家傅浩文写道 对拜登讲话的失望和带来的影响 不应该掩盖特朗普不断讲出的谎言和其他形式的 胡言乱语的惊人洪流 一场万众期待的总统辩论 90分钟后可以说让全媒选民直接傻眼 一时间完全不知道该把选票投给睡 一面是反应迟钝 多次结拔 前言不搭后语的拜登 另一面则是谎言连篇 深悲多项重罪指控的特朗普 虽然两人都称对方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总统 但恐怕选民心中想的是这二位军事史上最糟糕的总统候选人吧 按照计划 总统竞选的第二场辩论 也是最后一场辩论将于9月举行 本场辩论中关于中国的议题两位候选人少有提及 恐怕这将会是第二场口舌之弹的焦点话题 届时我们会继续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相关的报道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